那么我们接下来恐怕就要研究的是 这个乡村社会的组织功能 关于这一点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农民学讲的不是很多 但是传统的 就是像新儒家的 乡村建设派的 这种所谓乡村和谐论讲的就很多 他们呢 很多人把中国传统乡村理解为一个放大了的家庭 费孝通先生创造出一个概念叫做插序格局 说这个农村呢 就像一个家庭的放大 以家庭为核心 是吧 然后这个家族构成了一个外围 是吧 然后在这个村子构成了再大的一个外围 是吧 一个同心缘 逐渐放大 那么其中每一个层级 都具有一种伦理的构造 是吧 每一个层级 都有所谓上下尊卑的秩序 那么在上者就像父亲 在下者就像子弟 是吧 传统农村就像一个温情默默的大家庭 是吧 他是以宗族神话 不是 他是以宗族组织 或者说是以血缘团体的伦理 作为他的凝聚力的 那么从中又得出了一些结论 说比如说国家其实是不怎么管的 是吧 这个乡村社会 没有国家组织 只有草根的宗族组织 是吧 那么这些人说啊 传统农村 是吧 基本的组织就是家庭和宗族 那么这个宗族的代表 就是独行儒家伦理的乡生 因此乡生是乡村的精英 宗族是乡村的组织 这两者构成了中国独有的一种乡村自治方式 那么这样一种宗族论与乡生论 他描绘的农村 是一个小共同体 非常发达的农村 这样的农村存在不存在呢 应该说 近代以来的农村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存在着小共同体 但是这种东西 它是怎么演进的呢 是不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呢 近代农村 我们看到的小共同体 究竟是 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 还是 恰恰是在近代化过程中 产生的一种 准近代化现象呢 我觉得 这是一个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乡村社会 在两千多年的传统时代 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演进 这个先秦时代 毫无疑问 应该是一个族群社会 当时的史料说是 帅其中士 集其分足 将其内仇 我觉得这也不光是中国 大概任何一个民族 人类最早的认同形式 都是血缘认同 这大概是 这大概也谈不上 是什么中国特色 所有的人类 大概都是这样的 因为你不可能设想 早期的先民 从猴子一下子 刚刚变成人 他们就懂得 发展商品交换 成立行会 甚至成立政党 成立什么什么 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那种 基于政治的 基于经济利益的 基于学术兴趣的 基于宗教的 是吧 这些认同方式 都是后来才有的 但是从动物世界 就传递下来的 早期人类 所有的认同 大概就是血缘认同 是吧 那么先秦时代 中国是一个 以血缘认同为基础的 族群社会 这大致没有问题 但是秦以后 还是不是这样的社会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秦以后的中国 应该说是一个编户齐民社会 先秦的宗族社会 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到了禁谷 所谓的禁谷就是明清 尤其是清 乃至于近代 也就是1840年以后 这个西方的影响 开始进入 中国开始了 近代化过程以后 这个宗族 反而在中国的农村 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农村 广泛的发达起来 那么这种发达 到底是 有什么样的意义 关于这些 我们都是需要研究的 那么最后 就涉及到 传统社会中的精英 也就是所谓乡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建立在 血缘认同和 伦理认同的基础上的吗 还是 建立在 国家政权的 授权的基础上的 说中国是一个 自古以来 就是所谓 差序格局的宗族社会 很可能这个说法 是站不住脚 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一个时期 是极端的 非宗族的 是吧 曾经有一个时期 中国的乡村组织 基本上不是 族群组织 是吧 而且 它的非族群化 非宗族化 达到了 如果没有外界影响 你很难想象的地步 是吧 我们知道 在秦汉 这个时期 由于这个战国以来的 中国社会的 法家化 是吧 那么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 中国的社会是 非常有组织的 但是这个组织 是国家 自上而下的 那个 所谓的屡理十五 就类似于 保夹制度那样的 那样的建构 而乡村中的 宗族关系 当时是 不被提倡的 甚至可以说 是被打击的 是吧 大家知道 秦始 商鞅变法 它头一个措施 就是 强迫分家 是吧 民有二男 不分义者 被其父 父子兄弟 同时共习者为敬 到了 汉武帝时代 更进一步的 在家庭之上 禁止 强中幼族的形成 下令这些 解散这些大族 还规定这些 老百姓 不得族居 那么这就形成了 当时的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秦和西汉 乃至战国时期 中国的老百姓 确定身份的时候 可以说 族性因素 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当时的很多中国人 甚至根本就没有姓 只有明 没有姓 但是当时确定身份 需要具备 需要确定哪几个因素呢 第一是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符号 第二 国家把你编制在 哪个县 哪个乡 哪个里 也就是你的户口所在地 这必须很明确 而且一直明确到里 所谓里就是当时 相当于一个自然村 按照西汉的规定 一个里是25户 到后来越变越大 到了东汉 往往有100多200户 但是 里是当时最基础 最基本的 那个聚落单位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第三 要确定 在国家的政治等级序列中 你是属于哪一个等级 你是红五类呢 还是黑五类呢 秦汉时代有所谓的20等决志 你在这个20等决志中 你属于哪一等 这和所谓的亲属关系中的 什么五福啊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 你相对于国家的权利和责任 你是不是完成了国家的 给你的纳粮当差的任务 你如果完成了 那么你是良民 如果你劝了 那么 秦汉时代有一种特殊的说法 叫做居之 什么叫做居之呢 就是你欠了黄粮国税 国家把你抓来做苦工 来抵藏这个东西 那么这时候 你就有了一种特殊的身份 叫做居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陕西和其他很多地方 发现了很多 当时的一般老百姓的木制 这个贵族有所谓的木制了 一般的老百姓没有木制 但是在他的那个坟墓里头 也往往有一个 有一块瓦 这块瓦上 著名了 可以辨认的 就是这个身份识别 那么这种身份识别 你看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秦代的瓦文 是这样定义一个人的 这相当于是一个人 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人的名片 那么当时的这些名片是怎么写的呢 比如说这个人 他叫做平音居之 北游 公是藤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他名字叫藤 他姓什么 不知道 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姓 因为当时是禁止 聚足而居的 但是我们知道 他是平音县 北游里的人 当然这是他的户口所在的 他本人这个时候正在被抓去修 那个厄房工 他本人这个时候在陕西 并不在他的户籍地 但是他是有一个户籍所在地的 他的户籍所在地就是平音县北游里 那么在当时的二十等决志中 他属于倒数第二等 就是所谓的公式 这是一般的老百姓了 那么他当时是居资 也就是说他当时在这个修额房工 那是因为他钱粮没有交够 所谓居资就是国家的债务人 就欠了国家钱的人 那么这是这个所谓藤的身份认定 这个人呢 是所谓的东武东奸居资不耕穗 这个人是东武县东奸里的人 他同样也是居资 但是他的在二十等决志中的地位 要比这个藤要高 他是不耕 什么叫做不耕呢 就是二十等决志中的 最低的一级 拥有特权的人 什么叫耕 大家知道 就是秦时期的一种老义 就是大家要轮流 为国家当差 这种差异 由于是轮流的 也就是要不断地更替的 所以这就叫做耕 如果你不想服这种义 你交钱代役 那么这种钱就叫做耕付 就是用钱来代役 那么这些人 这个不耕呢 就是指你的身份上到某一个等级 那么国家就允许你有不服御的特权 你就可以不承担耕义 那么这个级别就叫做不耕 虽然他是不耕 但是他还是被抓来 修那个死黄龄了 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他是居资 这个其他税他没有交够 因此他虽然他是不耕 还是在那里当个苦力 那么当时的社会 你可以看到这个族性的标志几乎都没有 那么当时的这个居民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几乎看不到什么 这个聚族而聚 宗族组织存在的空间 现存的汉检中有很多户籍检 这些户籍检中提供了一个特定的里中 一些居民的这个这个资料 是吧 这些资料显然不是这个里的全部居民 但是毫无疑问 可以理解为全部居民的一个抽样 是吧 因为我们可以设想 是吧 一个里假如说有200户 是吧 那么这200户 不管它有几个性 如果我们现在偶然发现了其中的6户 是吧 资料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 这6户资料 应该是一种随机的存留下来的 是吧 那么这个随机存留 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了这个所有这些居民的 这样一种族性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给定的里中 当时的这些居民的姓氏分布是完全没有任何规律的 是吧 我们不仅看不到独姓村 是吧 像后来的什么张家村 李家寨啊 那样的地方 我们甚至没有看到有什么 大姓村 是吧 就是一个村中大部分的人姓一个姓 是吧 好像当时都 都不是这样的 是吧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 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吧 一般的我们知道 在传统乡村 是吧 即使不是政府有意识的 鼓励宗族 是吧 只要族族辈辈辈民居住在一个地方 由于很自然的原因 往往也是会形成那种同族同性的人聚集的现象 普遍的存在着极度明显的族性善局 这恐怕只能意味着当时存在着比较多的人口流动 但是这个人口流动和我们今天在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 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是吧 这就是它不是市场调节的 而是这个国家行为的 比如说移民啊 劳役啊 是吧 等等 这些东西的造成的后果 是吧 汉检中的所有资料啊 几乎都具有这个特点 在秦汉时期的检读中 我们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例多姓村 更不用说是独姓村的势力 是吧 几乎所有的例子都是多姓杂局的 因此可以说啊 中国传统乡村并不是自古以来 一直存在着族姓聚居现象 从地名学的角度 我们也可以证明 晚近以来乡村存在的 那种以姓名村的现象 是吧 就是什么张家村啊 李家寨啊 王家窝铺 什么什么 刘阁庄 张阁庄 是吧 类似这种 类似这样的地名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也比较晚 基本上是宋代以后才有 是吧 而且尤其是大量的这种族姓化的 这个聚落名称 都是在明清时代才形成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地域方面 来做这样的判断 是吧 大家知道中国农村有的地方有宗族 有的地方没有 有的地方宗族比较发达 有的地方宗族不发达 那么如果我们要做计量统计 有两个因素可以作为分析的对象 第一 那就是 族谱 是吧 族谱和家谱应该说往往是一回事 都是按照族姓原则修的 族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